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古吉柔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郊区一家戏院 星期五凌晨播放蝙蝠侠最新系列电影 黑暗骑士黎明升起时发生了枪击案 目前已知有12人丧生 30到40人受伤 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此人是24岁的詹姆斯·霍尔姆斯 警方从他身上搜获了一个防毒面具 一把刀 至少一把莱福枪和一把手枪 嫌疑人交代说自己家中还有爆炸物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这个事件与恐怖袭击有关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取消了20号 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场竞选集会 并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 就此事件发表了讲话 中国维权艺术家艾未未被追税案的上诉一审败诉 艾未未只是意料之中 但仍觉得国家的做法愚蠢荒诞滑稽 艾未未指北京朝阳法院把他们所提的事项全部驳回 他又指国家动用这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么一件事 就像今早动用庞大警力来阻止他到法院 他觉得很荒诞 艾未未的公司 北京发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1年11月遭当局指控逃漏税 艾未未必须上缴补税加罚款 人民币1522万元 艾未未不服提出上诉 朝阳区法院于5月初受理本案 周五宣判 江苏南通如东县拼查证 三星村村民妙强 因为今年4月以自焚反抗墙征地 住院3个月后 镇政府停付医疗费 经媒体曝光后 周四他被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 行事拘留 公安通告称 争执中妙强手上的打火机点燃 致徐某宝 徐某荣 王某及妙强 四个人不同程度烧伤 律师认为此案属自焚还是被自焚 难下定论 对强征地引发的事件 政府有负贷责任 江苏省镇江市退休职工逢换地 因为700多平米大房子被强拆而上访 但几年上访期间被当局用恐怖的打压手段进行威逼恐吓 甚至把他拉到火葬场 经历了生死一线间 他的女儿向彩云 近日把母亲及一家人遭打压的情况在网上公布 引起关注 而因为拆迁 他的父亲也得了犹豫症 哥哥被有关当局威逼 如果不在房屋拆迁书上签字 就会被单位解雇 几年来他家人人被威逼 家无宁日 四川自贡罗氏摩 周二出家门 遭到看守他的东街办事处主任范文斌等三四人的暴力殴打 他多次拨打110报警 警方无人出警 之后又被关押到黑监狱 直到周四被释放 据称在此期间省委书记利林该市开会 据了解罗氏摩因为父亲被打成反革命 平反后不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而且也不给任何赔偿 罗氏摩因此上访了30年 他频频被当局打压 全力被剥夺 美国直栏华裔球星林书豪 离开纽约尼克队 加入休士顿火箭队的动向 受到洛杉矶华人的高度关注 当地华文媒体纷纷以头条新闻报道 零属好现象 华裔球迷则期待尽快看到他 穿上火箭队球衣 在线临来风神话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古继柔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